永春问路手 空手到左前驱立 空手到剑步杀 剑步杀 又叫跳步上断前踢 此技乃是三浦在日本时的成名绝技 此事一出如见离弦 刹那之间突袭对手 在此前三浦一打三的时候 一开场就用了这一招 直接一招置敌 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在面对叶问时 三浦在剑步杀之前做了个左前驱立的行为 双脚成剑步 叙事待发 这在之前一打三的时候 三浦是没有这个架势的 那么一般使用左前驱立是为了更好 更快地向前发起进攻 这可以进一步地提升剑步杀的速度和威力 此前三浦亲眼目睹了叶师傅 以一敌时的强姿 想到普通的剑步杀绝对碰不到他 所以三浦才会有这个左前驱立的行为 想以升级版的剑步杀 一招置敌叶师傅 显然 三浦没有得逞 后脚回旋踢 日子冲拳抢攻 空手到中段内阁挡 两人这一对攻 意味十足 中段内阁挡其实是联手代攻的招式 我们看三浦的左手是驱臂阁挡 而右手是直拳进攻 很明显三浦是想告诉叶问 我们空手到招式的攻防之庙 并不比你们中国功夫差 而叶师傅更加嚣张 联手都不守 一轮日子冲拳强势输出 已不变应万变 霸气侧漏 直接回应对面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摊手冲锤 拍手沉肘 防守 拍手铲掌 这一击 三浦有点吃惊 他自认为自己的空手到速度与力度兼备 攻防之际 犹如铜墙铁壁毫无破绽 居然还能被叶问打到 心中不免惊讶 这让他更加认真了起来 三浦这一套连招 还不如我左下角链接游戏角色连招伤害高 现在厂家周年庆活动 不限量的苹果14 Pro Max 完成任务就能领 现在游戏上线了养龙四副本 开启神龙养成 小小青龙进阶极品魔龙 或神龙护体Buff站立轻松问顶全服 苹果14 Pro Max轻松就到手了 现在点击左下角链接 点击立即下载就能参与活动 还有额外8000iPad Pro 三浦调整打法 以自身腿法优势骚扰叶问 趁叶问摇摆之际 直接一轮强势中段打差点 把叶问逼落台下 我们看叶师傅如何化解 上路吃勤手 下路勾脚 叶师傅这里的缠手勾脚 就涉及到了永春的核心理论之一 不充身理论 所谓不充身指的是与敌人交战时 无论发力或受力多么强大 始终要保持自己的腰马稳健 重心不失 心里面早已有了这个理论建设 那么自然在处理危机情况时 就不会过于慌乱 所以我们看到 叶师傅是很从容应对的 前手直冲拳 拉手下带 三浦正脱钩脚 继而正脱双手 而叶师傅利用三浦的正脱之力 也微妙地进行了位移 从刚才的背对台下变成了侧队台下 叶师傅脱困之后 两人开始新一轮对攻 三浦拳脚骑尸 中段打依旧刚弄迅气 前促脚辅助突袭 手刀横斩侧批 而叶师傅小念头眼手中斜 永春八角环环相扣 寻瞧旁敲侧击 左拍手按臂 右扶手按肩 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叶师傅是想要按摔三浦 那么单单这个扶手按肩之力 是无法直接按摔他的 所以叶师傅肯定接下来会配合下路的脚法去勾摔三浦 这个可以参考之前叶问按摔金山掌的场面 而三浦预判了叶问的下招 没等叶问出腿 三浦右手已先一步按住叶问肩颈 抓其一 破其四 左手按臂格挡叶问左拳攻击的同时顺势抓住了他的一脚 左右交叉手同时获得了有效的着力点 直接给叶师傅来了一个过肩摔 这里三浦能这么容易摔动叶问还是很合理 首先空手道在常规训练中本身就会有类似过肩摔的背斧头 第二 叶问此时的体重还是很轻的 此时叶问的状态是长时间挖矿吃不饱 营养不良 加上昨天两顿饭没吃的饥饿叶问 坎踢鸡甲 前促加侧踹击飞叶问 千军一罢之际 叶师傅凌空双臂伸展 混进全身 高阶永春讲究弹簧令 续进四蛇 发进四猫 叶师傅在下落的同时 犹如舌盘叙事待发 在回身攻击的时候 犹如猫扑来势汹汹 续进发进这一过程 犹如弹簧一般 左右脚攻守同期 重击三浦 看三浦的表情 难以置信之中透露出些许的焦躁愤灭 强势中断打在攻叶位 想要再次被摔叶师傅没开二堵 但叶师傅怎么会在同一个地方吃两次亏 左手捆其臂 右手勾垂击其类 破了三浦的再次抛摔 摊手外格 扶手混淆对方视线 蝴蝶掌机累 日字冲拳击击击 侧掌机下板 楼脚摔 日字冲拳击打后脑勺 三浦反应很快 交叉手迅速格挡 但是叶师傅的日字冲拳 犹如狂突的机关枪 更凭三浦防守紧密 也难逃重击 此时场歪的副官坐不住了 昨晚他瞒着三浦跑到监牢 逼迫叶问打假拳输给三浦 不然就一枪崩了叶问 但看此时叶问似乎是来真的 后撩脚反击 转身后扫脚机甲 提膝躲避 登脚截击 日字冲拳强攻 永春登脚 日字冲拳再攻 冲锤击肋 杀紧手 正掌机拍太阳穴 杀紧手 这里叶问直接把三浦当作了牧人庄 牧人庄中的招式都是精简的动作 这类动作比普通的弓手更加奥妙 往往是借对方的变化而变化出来的进攻招式 当初李小龙成名之后 曾在亲访叶问 希望能学得永春拳的牧人庄法 并提出以移动楼宇的代价 请叶问亲自示范全部永春牧人法 足以见得牧人庄法之重要性 标志封喉 叶师傅这里收手了 我想并不是因为叶师傅蒋武德点到为止 而是因为考虑到仲残三浦 副官上位 可能会对佛山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 那么纵观这场打斗 叶师傅显然还是游人有余的 拳脚之间 攻守同期 暗藏杀鸡 实力碾压三浦 而对于三浦的实力争议是比较大的 很多人都觉得他遇到了巅峰夜问 实力其实还是可以的 你们觉得呢